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老们大家好 我是老马 欢迎收看野说 今天咱们特别加更一期 原因很简单 因为原来我们有一个实习生 他后来去加拿大念书了 现在的疫情期间 因为他家里的一些状况 有机会能够做政府包机回到中国来 所以我们特别想请他给大家聊一下他这一路上的见闻 来 小叉子给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 我是去年在观视频实习过的小叉子 大家很喜欢那一集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吃肉 就是我跟老马一起做的 然后我现在是加拿大留学 前几天刚刚从加拿大的大使馆那边临时包机回了国 现在在大连隔离 正在养标 正在养标 你这一路上花了多长时间 从你从那边门出来到这边进酒店 大概花了24小时吧 就是从直击后击就要5个小时 然后飞了14个小时 到了这儿的话防疫检控又要2-3个小时 保守估计24个小时 累吗 感觉累吗 怎么会累 心情舒畅 踏上了国家的土地 我听说你这一路上还特别给大家拍了一个Vlog 我们现在就马上把它放一下 让大家看看这路上都经历了什么 现在是早上5点钟 我刚刚起床 我现在要打包去机场 好 我现在已经到机场了 大家能看到有很多人都穿了防护服 最起码也都戴了口罩 这是我们接受的第一次测体温 这是第二次检查健康码 这是上飞机之前最后一期测体温 体温高于37度3的都不能上飞机 上飞机之后我就昏过去了 我总共被叫醒了三次测体温 这是我们飞机上的吃的 我是一口都没有动 因为不敢吃 怕机上有感染 下飞机前的最后一步 我们需要填报海关申报表 不仅是纸质的 还有电子的 下飞机是40个40个人下来的 机场的工作人员 说我们的医院口罩不够好 都给我们换成了KN9 特别特别好 我们先是过了海关 然后去做核酸检验 然后我们还抽了血 查血里面有没有抗体 然后我们就坐大巴回宾馆了 每辆车上就只能坐四个人 到了宾馆就有饺子吃 我现在有几个问题特别想问你 然后在这之前呢 我们单位的这个小汤勺 他说一定要先让他问一个问题 来 小汤勺你来问 小汤勺是不是出现那些吃的和饮料什么都是免费的吗 飞机上的肯定就是在机票里面的平时的餐食就变成了那样的 然后下了机场之后那个大链机场的是免费的 我一开始以为要付钱我都打算好拿出支付宝付钱了 然后机场人员告诉我免费的补一补血糖吧 刚才的这个Vlog里边也给大家拍了一下 就是你从那边起飞之前在航展楼里 跟这边到了航展楼以后的情况 当时你这个跟这些其他的留学生一起排队 等候登机 然后等候出站的时候 这个心情有没有什么变化 在两边的航展楼的过程中 多伦多机场的工作人员 还有几个没戴口罩的你敢信 就有一些还戴着布口罩 然后还有那种围巾围着脸的 然后加拿大国内的航空公司 是要求大家有face covering 而不是face mask 所以有些人是戴着围巾上飞机的 然后上飞机之前也是要测体温的 然后我还问了一下他们 说不能上飞机的上限体温是38度 大家感受一下38度 然后大家应该也能看见 就是国航机组和大连机场都是全副武装的 要求我们全体口罩加手套保持一米的距离 怎么说呢就感觉很安心吧在国内 那那个38度上线 然后围着围巾上飞机的不把你们都吓死了 那可不 我就上飞机啥都不敢碰 我就坐在那儿就这样喘着的不敢动 那你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你当时是怎么提交的这个包机的申请吗 这个比较复杂 因为当时民航局五个一政策发布之后 我四月份的回国机票就已经被取消了 然后我当时权衡了一下 我就打算待在原地不动 因为在加拿大我确实没有生命危险 有吃也有住 还可以上网课 然后减少出门活动的话也没有太大的感染风险 我也在网上买了很多的防疫物资 所以算是比较安全的 我就想着不给国家添乱了 就等到原地疫情结束再回国 但是等到五月初的时候 我妈有一天突然给我打电话 说她住院了 这是她第四次因为同一个病住院 而且很多年没有复发了 所以我就一下子懵了 我立马跟票贷联系 但是那时候已经太晚了 机票都已经涨到六到七万了 也没有直飞的 我当时也没有打卡健康码 所以那时候一下子还挺绝望的其实 然后五月九号的时候 我突然看见加拿大大使馆 提供成年人包机了 我当时就立马申请了 还给大使馆的工作人员 发了我妈妈的住院证明啊什么的 然后他们回的挺快的 说会替我处理 但是连续三趟包机之后 我也没有接到电话 我就有点心急嘛 我就给大使馆的人打电话嘛 他说我特别特别理解你的心情 但是你的情况真的不算特别紧急 我会尽力帮你安排 但是我不能保证 其实我当时真的不太理解 什么叫不是特别紧急 我妈妈生病了耶 然后后来才知道 其实前面的三班航班里面 不仅是那些未成年人留学生 其实还有很多来这探望孩子的老年人 他们有些人就带了三个月的药嘛 谁也不知道这个疫情来得这么凶猛 对吧 然后有些人是有基础疾病的 比如说高血压高血脂 这些情况是真正危及到他们生命的紧急情况 我的情况真的是很紧急 但是跟他们相比就不算紧急情况了 然后就5月26号的时候 我收到了国航打过来的电话 当时真的特别特别惊喜 我就立马买了票 你刚才说前面有三班这个包机 他们是一个什么频率啊 每一班机跟每一班机之间差多长时间 包机的话从5月9号收集资料之后 5月10号到5月20号之间就发了三班 分别从不同的加拿大的大城市飞往国内 我看你刚才那个Vlog里边拍了有这个 大家都穿这个防护服啊 这个防护服你们是从哪搞到的 大部分都是父母寄过来的 也有一部分同学是在亚马逊上买的 但是你看其实大家都没穿对 就图一个心理作用 就都脑脑都录着呢 还穿啥防护服 你们路上这个还经过了好几次检测 有一个那个核酸检测 你能告诉我们一下这个检测的过程中 是个什么体验吗 我们测了核酸加抗体 核酸是通过那个鼻子 进行那个小导管搓进去 有一根特别细的小塑料管 会搓进你的鼻腔 然后还要转圈圈取样 所以直达你的灵魂深处 然后还要抽血嘛 抽血是为了测你的抗体 当时我还问了检测人员 我说要是回来的留学生里面 有好多是核酸阴性 但是是抗体阳性的 样本能不能大到说明 其实病毒并不是中国起源的 而是中国最早发现的 那他们怎么说呢 工作人员笑笑说 他说小妹妹你想的还挺多的呀 后来在机场的这个过程中 他们这个人员配置是怎么样的 我看其实有不少人在进行这个检测 是吧 包括机组航班 大连机场的工作人员 海关人员 包括酒店的防疫人员 我能见到的人 我目测就从机场下飞机到酒店为止 我估计都能见到300个人 因为那个就包 把我们从机场送到酒店的车 就有30多个司机在开 每一辆车上只能坐4个人 所以我后来跟大连市政府的工作人员聊天 他们说 其实你们看不到的人 大概有一千人左右 在管理你们这一班200人的航班 所以我觉得这对于大连市政府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防控防疫的压力 目前为止已经接了三班航班了 然后我觉得这也可能是 民航局一直不敢大开五个一政策的原因吧 有一部分国内的舆论会说留学生是投毒 但是你看我之前拍的那个Vlog 我们从上飞机到下飞机 总共就测了七次体温 做了两次核酸检验 之后隔离结束之前我们还要再做一次 所以就总共两次核酸检验 两次抗体 我们这样的防控异度 大家要相信政府 我们回来的这群留学生 不会给国内造成太多的混乱 现在在酒店的这个隔离的状况 怎么样呢 每天是有人订点给你们送饭吗 是的 我给你们看一下 刚刚就午饭送到了 然后这是肉丸 鸡翅 大虾 菜 然后 还有一瓶饮料 这是一顿的量啊 一顿午餐 然后我早饭还没吃完呢 还有那个花卷留在这 你现在这隔离这几天顿顿都这么吃啊 对啊 就已经保守估计胖了五斤 一看就看 你们这吃的是真不错啊 我们现在隔离的标准是一天四百块包三餐 所以我对于这个隔离餐特别的满意 当时的机票是两万三 从加拿大飞大连 直飞航班 那我们那个问问看你现在的状况吧 那你现在酒店这个隔离了这几天 心理上什么感受 每天是不是只能看见给你们送菜的人呢 对我们现在现在只能看见酒店的工作人员 每天他们都要穿着防护服来给我们送菜 特别特别的辛苦 看来这个从国外乘坐包机回来 还真的是需要很多很多的这个准备工作 跟一个心理上的准备的 而且路途上有很多的这个经历 相信以后你可能成为一个不错的回忆 好了下次咱们再有机会再聊 欢迎各位同胞们回国 全体机组成员很荣幸与您一路同行 根据大连市政府要求 为方便您出行 您的拖运行李将被统一送往所在酒店 下机后不需在机场等待提取 谢谢大家